那大家好 那我今天的提案是開放政府總體檢 那麼今天本來想做的事情是說 想要把本來那個PDF裡面 就幾萬個文字的PDF 把它整理成Hack and Leapbook mode 就是讓譬如說 我們這邊可以更一目了然知道說 哪些分類 然後裡面有哪些項目 然後並且把那些文字複製貼上貼過來 但是因為後來發現貼過來之後 發現因為本來的文字就很作文比賽 然後非常的那種公務員的文字 所以就是感覺貼過來 後來就變成很冗長的這樣說明 其實大家應該也沒什麼心理 會想要看這些東西 所以就覺得說 但是就不要做這件事好了 所以重點就變成兩個 一個部分是說 那我把這些資料結構化 就是假如想要運用的人 就可以另外運用 所以我就今天花時間寫成是 把原來Word裡面的表格都抓出來了 所以包含承諾事項跟包含衡量指標 都已經被放在這裡了 好所以這是如果有興趣想研究的人 那是想要去分析那些公務人員 大量的文字的話 可以用ChairGP處理 不一定要人來看 人來看太累了 好那再來就是另外一個就是來判斷說 那到底這些行動方案有沒有 就是成果到底做的如何 那所以今天也感謝Avery的加入 就是來幫忙查閱了一些 就挑了幾個承諾事項來看看 那首先第一個挑的是 這個推動客家議題公共參與 那這個看有一點點就是覺得說 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然後其實看了裡面 他這三年做的事情好像有點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就是他有說 他裡面有講說具體有做的事情是開了全國客家會議 然後一年八場 可是問題就是說好像這個會議 本來在客家基本法裡面就有寫到 有2018年時就被要求有要開這個會議了 所以究竟他跟OGB這件事情有什麼關係 其實好像沒有看到有什麼就是OGB產生的關聯 我仔細想想也覺得可能是因為 當時行政院有給各部會壓力 說每個部會都要給我升個承諾事項 然後客委會已經很努力的 升出這個承諾事項了 所以我覺得或許我們不一定要對 客委會有那麼多的苛責 所以後來就決定 我們把心力還是放在其他的承諾事項 所以後來再下一個看的就是這個 全國性公民投票案電子連署 因為這個明年5月就要完成 有人知道說我們接下來會有公投的 電子連署系統嗎 有人知道這件事嗎 沒有人知道 對 有人舉手了 結果我們才發現到說 前上個月才有新聞說明年1月就會完成 然後2月後會找時間上線 所以表示OGB可能還蠻有用的 因為中選會還有受到壓力 所以他明年5月前確實要把這東西上線 所以明年開始我們的公投 或許就可以用電子連署了 對 所以這是其中一個 後來我們再看了另外一個 就是承諾事項是 那個 哪一個 這個鼓勵勞工仇組工會 就是說到底這個承諾事項做什麼事 因為好像也沒有感覺到說 勞工有怎麼仇組工會 然後結果他承諾事項裡面寫說什麼 他會加強宣傳什麼的 然後他們印了什麼手冊之類 結果我們發現到 那個點進去裡面後 發現勞動部是昨天才增加 這種什麼鼓勵勞動 什麼仇組工會相關的手冊 12月8號發的新聞稿 說他們做了一個手冊 所以可能勞動部知道我們今天要做這事 所以昨天緊急把它貼上去了 對 所以算有做一點事 但是就是不知道具體到底做了什麼 對 那其實還有非常非常多承諾事項 其實可以被相關追蹤說到底具體做了什麼 所以我就也希望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看看說到底OGP有推動台灣做了什麼 好 那我在這邊再幫布丁也做個成果分享 這是另外一個案子就是 因為今天那個IORG就只好有公佈 那個各個候選人的那個FB發言紀錄 所以因此布丁有做了一個 就是Digital persona 就是可以把政治人物用他的語氣來發言 那有一個成果就是數位柯文哲 就是你可以問他問這個柯文哲任何問題 然後他就會用柯文哲的語氣回答你 所以例如說請問你要如何改善台灣經濟 那首先他會先從那個FB的發言紀錄 找出這個問題是在什麼時候post的 所以會有日期然後他講了什麼 然後他會再問你說 是否要改用柯文哲的方式再重新回覆 就說yes 他說好 那我來試試看 首先這個台灣的經濟問題 我們要看得深入一點 像是我在2023年6月10號的時候說過 好 時間很有限 不學了 好 對 所以大家可以玩玩看 就是只要他會把他用柯文哲的方法 來再重新講一遍 用到的資料是包含這邊有個語料庫 就是關於柯文哲的逐字稿 如果想玩的話這邊有GPT ETS可以玩 然後所以但是這個需要GPT ETS 會員才能用 對 所以如果要玩的人可能需要花錢 然後下面就再附一下後面有Prompt 就是如果想要自己做數位XX的時候 可以用這個Prompt來自己做 對 那也可以就對 如果知道想要做CheckPod也可以參考一下 好 就這樣 好